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三度空间的向量的基本观念 那么首先的话呢我们用图来解释好了 来我们看看图 这个图的话呢我们假设有一个点叫做P0 来我们就把P0 P0的话呢到P1 这个点的话呢是由P0到P1之间所形成的向量 我们在讲这个向量之前 我们必须要让各位同学了解 量其实是有两种 一种叫做纯量 纯量的话呢是只有数量的大小 它没有方向 而这个向量的话呢 它不只是有了它的大小 大小就是它的长度 而且它还具有了一个赋予它方向 那么我们称这个P0 来我们把它写下来 P0的话呢叫做十点 是出发点 这个P1我们称为终点 由P0所出发 到达P1之间 这个这里所形成的向量 那么我们的话呢就可以这么写了 P0到P1所形成的一个向量 它那个向量的话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标准化 这个向量其实跟 由原点出发到这边 这个向量 这两个方向一致大小相同的话呢 我们可以把它定成这样 这两个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我们的话呢顺道跟各位同学说 这是一个三度空间中的轴 那么这个是X轴 这个向量 长度为1的 我们称为单位向量 在Y的方向 我们这边也有一个长度为1的 沿着Y轴 正向Y轴的方向的 还有一个Z轴方向的 我们的话呢称为IJK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先介绍一下 这边的这边的I的话呢 I向量 它的话呢是可以把它写成 1 0 0 这边的J向量 我们叫它0 1 0 都是单位向量 而且的话呢 它这个可以形成 我们后面将会介绍的 叫做基底 标准的基底 那么这是我们三度空间的 基本的观念 现在我们来教各位同学的话呢 向量的算法 向量的算法的话呢 假设有一个A的坐标 坐标是0 3 5 这个终点坐标是B 叫做273 则AB向量是怎么计算 我们为了要让各位同学了解 向量跟坐标 它的一个差异 我们就使用的是肩脚的 那计算是怎么计算呢 这叫做时点 这叫做终点 我们的算法就是终点 后面的减前面的就好了 这是有三个量 所以我们是由头减头 中间减中间 尾巴减尾巴 来我们看看第一个 2减0是2 第二个呢 7减3是4 第三个是3减5是负2 我们称这个叫做第一分量 这是第二分量 第三分量也是我们所说的X分量 Y分量以及Z分量 那这是我们简单的一个向量的一个计算的方法 那么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向量的纯量机 什么叫做纯量机呢 我们拿立体来解释就好了 纯量的意思就是说一个向量乘上了一个数字 它的意义是什么 来我们来看这个算法是最简单的 向量的机 机就是所谓的相乘 向量的话在三度空间来说的话呢 它有三种乘法 一个叫做纯量机 一个叫做内机 一个叫做外机 我们陆陆续续会介绍 那么纯量机的话呢 是数字乘上向量 最简单计算了 我们来看第一题 V叫做213 这是一个向量 那么2V是什么意思呢 乘上了一个2 计算非常的方便 就是每一个数字都乘上一个两倍就好了 所以22得4 2乘下去 这边是2 第三个呢 是6 除了这样计算之外 我还要介绍它的几何意义 让同学了解 假设V 这是V 什么是2V呢 2V的意思就是 跟它的方向完全一致 但是长度是它的两倍 我们称为2V 来我们再来看第二个例题 第二个例题叫做 负V是怎么计算呢 根据第一题的做法 两倍直接乘下去 那么负V呢 就是负1乘上它 那么我们就乘下去 乘上一个负号 全部都一样 都加一个负号就好了 这里是负2 这边是负1 这边是负3 那它的几何意义是什么呢 V是这样 那负V呢 负V的话呢 是跟它一模一样 但是方向的话呢 刚好颠倒 这边的话呢 叫做负V 负V的话呢 跟V刚刚好就是颠倒的方向 那最后一题 2分之V是怎么做的呢 2分之V很简单 也是一样 乘上一个2分之1就好了 第一个是1 第二个是2分之1 第三个是2分之3 纯量机的计算非常的容易 如果说告诉各位同学 2分之1V是什么意思呢 2分之1V就是V的完全方向一样 但是它仅有它的一半而已 那么我们要熟悉向量的计算 对付这个三度空间的函数 就是所谓双变数函数的话呢 我们才有一个有效的工具 我们现在来介绍的是向量的加法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假设的话呢 有一个U叫做123 V叫做20-1 这是两个向量 那么加法的计算 跟减法的计算是一样的 加法的话呢 是我们的口诀是 头加头 中加中 尾加尾 来 头加头是多少呢 1加上2 3 2加0 2 3加上负1 2 那么减法呢 也是一样的 只是说 后面的话呢 是头 减 头 中 减 中 尾 尖 尾 那么 我们要了解的是 它的几何意义是什么 如果两个向量相加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了解 这是一个U 这是一个V 那么我们两个向量相加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相当于叫做在物理之中的合力 合力的意思就是 我们要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 然后的话呢 U加V是怎么意义呢 U加V的话呢 指的就是它的平行四边形 所 这个是它的对角的 这个向量 U加上V 这个是U加V 两个向量的合 那么U减V也是一样 只是颠倒而已 那么我们的话呢 熟练了这些向量的一些 加减的运算之后的话呢 我们才有能力去应付双变数函数 在3D里面的微分